大家好 今天是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黄鸿称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好 多年老粉求翻牌 网络上查到唐代名将 玉池靖德年少的时候做过铁匠 但资料中他父亲也是做过高官的 为什么玉池靖德只能做铁匠呢 我不知道这个网络是什么网 是这个他的资料来源是哪 然后这个就是你这个 就是他哪记载他是当过铁匠 所谓这个玉池靖德做过铁匠这种说法 至少新旧堂书是没有的 而有关他这个家世的这个证据呢 主要是来源于出土的玉池靖德的墓志 根据他这个墓志 那靖德祖上三辈都是高官 曾祖呢 官拜中郎将 幽州次使 祖父呢 纪州次使 他爹呢 也当过幽州次使 那那两相比较 那肯定是正史里的记录 是最为可信的 我还是一再要强调这个观点 不要怀疑历史书的记载 那你要怀疑就没有历史了 那你没法反驳的话 他的记载就是准确的 那否则的话就没有历史了 那至于他年轻都是打铁 年轻都是扯淡 什么太平广迹 隋唐演绎 这小说野史盛传 根本就没有可信度啊 好啊 这个 呃 网友朋友 这个小林啊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 请问您研究历史啊 呃 这么多啊 其实这谈不上啊 我不是研究历史啊 王主要就是会讲历史故事啊 谈不上我研究啊 我不是专家学者教授啊 咱就是一说书的就就是会有这个呃 这个这个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谈不上研究 呀 说你觉得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各种综合因素早就注定了呢 比如地理环境是否沿海是否有资源等因素早进入注定了呢 这个有一句这个闽南话的歌唱的特别好啊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是吧 七分靠打拼 是吧 你说这个呃 资源好的国家有的是非洲的国家资源都好着呢 插根筷子都都都能长出桩下来 是吧 什么的金刚石啊 黄金的 各种各样的资源 美洲大陆资源不好吗 非洲大陆的资源不好吗 是吧 那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他们为什么处在史前文明时代 是吧 然后你像缅甸 那这是最典型的国家 咱咱甭说这个缅甸这个两边沿海吧 那这三边都沿海差不多啊 这都是沿着海的啊 然后什么木材的资源 什么玉石的资源 什么什么资源都那么多 守着聚宝盆要饭吃 是吧 所以不是说你这个自然资源好 你就一定能怎么样 是吧 你瑞士有毛资源 是吧 你这个欧洲那些内陆国 那奥地利什么这些国家 他有毛资源 是吧 卢森堡那有毛的资源 对吧 为什么卢森堡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那么点的一个弹丸小国 所以就是那句话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没有说哪个国家就天注定就一样好 是吧 您是不可能的 是吧 好 这个网友朋友黑鸡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老师好 我有一个疑问 请问同样作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国 为什么战败后的德二跟德三会有很大的差别 一战是德国国内爆发革命 政府无力支撑选择投降 皇帝退位出走国外 不少贵族势力得到了保留 保皇派在二战爆发也依然存在于德国政府中 二战非得富于顽抗 直到苏联打到柏林希特勒自杀 纳粹高官被处决判刑 新的政府中纳粹势力被清洗的一干二净 难道德三就没有办法像德二一样 纳粹党徒投降 给自个找个苟且偷生的机会吗 有啊 怎么没有啊 刺杀希特勒不就是这样的机会吗 你啊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国防军中的这些个 那他不是纳粹党徒 纳粹党徒已经是彻底被洗了脑了 完全忠于希特勒 就一条道跑到黑了 他没有想到说我把援手干翻 我自己怎么样 直到最后 戈林和希姆来 才这个这个就是 才有新的打算 那一看真的是彻底完蛋 大势已去了 但是德国国内的反纳粹的势力 一直在想暗杀希特勒 然后跟盟军构合 不是没有这种想法 只不过就纳粹党的势力太强大了 他不像那个 就怎么说呢 这种政党型国家 他不像原来那种皇帝统治下 还有点那种 比如说皇帝跟贵族分享权利 还有点那个东西 所以到最后 皇帝只有点有像那种天下共主这种情况 但贵族一看 大势已去就把皇帝扔出去当替罪羊 到那个纳粹党统治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这种事了 那你甭说这个 你甭说这个德国 你看俄罗斯也一样嘛 对吧 你看俄罗斯也很典型嘛 对吧 那个一战的时候 对吧 就把这个沙皇就推翻了 这个 然后二月革命的爆发 就推翻了沙皇 然后这成立临时政府 对吧 然后这个 就是想退出战争 对吧 他不就干这种事了吗 那你到斯大林统治都是多严密 那些个被杀掉的苏联将领上刑堂的时候还喊斯大林万岁 那那马上枪毙自己了 还喊斯大林万岁 那就是他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这个机会了 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网友GorMS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你好 30年老粉 请问一个民族形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在现代社会 比如南北朝鲜 仅仅饮食和少数广为接受的民俗 还被双方共同保留 依住行娱乐文化政治价值观 几乎全都不一样 并且逐渐增加区别逐渐增加 这样有可能诞生新的民族吗 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谢谢老师 这个这样的例子 古代最典型的就是汉代的西域 当时汉朝在西域屯田 牵过去大批的汉人 后来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缩减 这些汉人在西域就自立政权 逐渐就不再跟中原往来 文化风俗也就逐渐的糊化了 你比如像高昌 最开始是敦煌汉人大族建立的政权 后来就逐渐的糊化 衣着语言风俗啥啥都不一样 你如果听我边塞之外 讲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那不是好几十集的节目 都已经播出了 那里边专门讲到高昌国 咱专门讲过他怎么来的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现代社会 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17世纪以后 全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 咱们讲 一开始是英国的什么移民来了 然后欧洲的来了 再后来亚洲的也来了 然后印第安人 然后非洲的黑人 通通的在这个国家 都以英语为母语 然后以这个北美这块土地为自己的祖国 那不就形成那个新的美利坚民族 有了共同的这个民族认同感 所以这就是一个民族 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好 这个网友DONG 勾爱一流 董洁流 汉语平均 网友董洁流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这个最近看这个全球史 我有一个疑问 像东印度公司这种庞然大物 在海外拥有了大量的产业 收税权军队 为什么没有颠覆英国政府 取而代之 或者在殖民地自立 而且英国政府也没有因为惧怕 他做大上演12道金牌 召回风波亭等戏码 而我们的历史上 这种场景无数次出现 所以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之间 有什么力量在互相制衡吗 政府出台的那些所谓法案 真的能约束这样的庞然大物吗 这个我记得我讲 可能是会员节目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 我讲过一个 就是说这个 一个帝国的扩张的极限 就是这个君主和将领之间 没有了共同利益 他就扩张到极限了 中国历史是这样 这个世界历史也是这样 世界历史我举的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英国的和东印度公司 一开始 将相同域 上下同域 所以朝廷支持东印度公司 大力扩张 扩张到1765年的时候 政府就发现不对了 这个东印度公司 他如果愿意的话 他一年的收入是10亿英镑 政府只有2亿5 他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完全买通英国的每一个选民 然后让他们投自己的票 这样的话 就是东印度公司的政府 就可以颠覆英国政府 就像你说的 这种颠覆到那个年代 就不一定靠枪靠炮去推翻了 就靠选票就可以 我花钱给你们 那时候因为英国那个时候的选民 他不是全民呢 对吧 到拿破仑时代只占他成年男子的2% 那你说1765年有多少 我10亿英镑 我拿出一点利润来 我收买每一个选民都投爷子票 所以最后当英国政府就出台了法案 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进入议会 也就是你甭想掌握英国的立法权 然后就开始逐渐的拆解东印度公司 拆解拆解拆解 一直到这个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被镇压之后 借口东印度公司管理不善 就把东印度公司这个正式的撤销了 撤销了之后 由英王来直接管辖印度 所以他不是没有矛盾 矛盾是越来越尖锐 只不过他们斗争的手段 是用法律的手段 不是像我们说中国古代那 直接皇上给你弄回来弄死 他不用这种手段 他有矛盾非常尖锐 所以英国的扩张也就到了极限 又到了极限 就是到占了印度 那就基本上就是 三千多万平方公里 日不落地国 就形成也就到极限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Lucky两横一竖 问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您能普及一下 科举制里边的智科是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原封改革期间 新旧两派对智科的废和用 有那么大的争执 有关的这个智科 简而言之 就是一种选拔技术性官员的考试 跟科举的形式不太一样 难度也更高 不仅得会写东西 理论基础也得好 至于这个原封改革 王安石呢 动的主要是师父 贴经 墨艺 这三项 认为这三项没必要 录取的人不堪用 主张以精益论测取势 不过呢 从这个另一个层面看呢 这个两派有时候 争这个更多是屁股的问题啊 比如这个欧阳修通过智科 录了苏氏 王安石呢 就极力反对 那古代党争啊 就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有个比较客观的理由 到后面呢 就是论屁股 不论道理了 那所以智科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就记住 它是一种非常难的 这个呃 这个官员的这个选拔制度 好像两宋加在一起 也只有四十多个人 考中这个智科啊 所以这个就比这个什么 比这个这个 就是那种科举考试 那就难太多了 难太多了 所以这个能考中智科的 那绝对各顶各的都是人精啊 都是人精啊 这个 网友朋友 撒L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 撒L还行 别3K啊 说元老您好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英国皇室呢 会向 给予他们服务的商人 或者供应商 皇家认证的头衔 那么中国古代 有没有相同的制度 如果有的话 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得到头衔的商人 能够大张旗鼓的说 皇室是他们的客户吗 中国没有啊 古代中国没有类似的制度 皇家如果涉及到要购入东西 基本上呢 都是靠皇家的人来采办 比如清朝皇家 就内务府负责采办 明朝皇家 就是二十四司衙门 太监衙门 至于他们找谁 皇上是不管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绑定的商人 最多也就是一个红顶商人 胡雪岩比较特别 至于内务府呢 真找上了民间的商人 人家可不敢大张旗鼓的说 自己和皇家做生意 你给皇帝用的东西敢给外人看 这是要掉脑袋的 而且内务府是什么玩意儿 我前面也讲过 都是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跟这帮人做生意哪有好啊 好啊 这个网友非人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啊 我是河南的考生 同一所大学 河南考生要更高的考分才能进入 古代科举考试应该是这个没有这种地域歧视的 那这么看古代科举考试是更公平吗 古代科举考试 你要说公平那就真是有点扯淡 高考分卷 古代也一样 那明朝呢 这个就分南北榜 来源是一桩雪 红武三十年电视发榜 当时南方读书人明显压北方一头 结果导致路的进士里一个北方人都没有 搞得朱元璋大怒 杀了二十多个官员 从此呢 开始明朝分南北榜 分开这个录取进士 那南榜肯定就比北榜的叫南嘛 那叫南嘛 而且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 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吧 就是这个乾隆年间 有一年开科取士 开科取士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 因为皇上要看前十名的卷子了 看完之后一看 这个第三名 也就是榜眼王杰 是陕西人 陕西人 结果呢 这个皇上说了一句 陕西百年未出状人 就把王杰拔着为状元 王杰也是乾隆朝的名臣 后来大学是名臣 是吧 所以呢 你说就是因为他地域是陕西人 因为状元一般都是江苏的 什么浙江的 就那边的文章锦修地的 那地方的人 所以百年未出状元 给他一个吧 给他一个吧 是吧 当然了 前提是王杰得考到第三 王杰要考到第八 那就没戏了 不可能给你 你比如你陕西的 你火星的也没戏 这肯定是 所以他这里边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所以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啊 从根本上讲 他不是一个公平 但是呢 你比起什么什么茶举啊 九品中正啊 什么按军工授决 相对比较公平 所以他用的时间最长 咱只能说相对 现在的高考啊 哎呀 你要比起古代的科举 他就是开玩笑 而且我也讲过很多遍 他不能比 古代的科举 按现在的话 讲是国家公务员考试 是国考啊 根本就不是高考了 所以这个 这比就比的太不合适了 太烂了 现在的教育制度 跟古代的教育制度 也根本不一样 古代读书就是为了当官 你现在读书 当然现在读书 好多人也主要是为了考公国啊 因为别的行业都不灵了 是吧 但是还是不能比的啊 好啊 网友朋友这个乔治刘 乔治刘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和西方古代女性 也可以继承家族或者王位 有这么鲜明的差距是因为西方基督教盛行吗 虽然基督教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的 把女性放在劣势地位 但同时也有一夫一妻 这样明显提倡男女平等的教义 所以是否是基督教的盛行 使得西方古代女性地位相较中国而高 但是呢 古埃及时期著名的女性统治者 埃及艳后又是怎么来的 古埃及女性也可以继承王位吗 谢谢解惑 所谓西方女性地位高啊 咱们不能一概而论 得分个地方 像是你这种提到的例子呢 一个是中世纪 一个古埃及都是女性地位相对高的文化时期 先说古埃及 古埃及确实是女性地位相对最高的一个古文明 女性呢 能保有房产等固定产 继承权也跟男性平分 不过古埃及女性继承王位 从制度上来讲 是没有的 但是有摄政的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哈特舍普苏特 他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死后 他实际掌权 还宣称了自己是法老 只不过后世的法老都不承认这个女法老 至于中世纪主要是受日耳曼文化的影响 日耳曼起源于蛮族 在蛮族的女性要参与劳动 所以呢地位呢相对就比较高 这个你看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也是这样 对吧 你看这个甭管是辽 北魏 兇奴 王昭君 王昭君在兇奴地位多高 尤其嫁给后一辈蝉鱼之后 他地位多高 王昭君 你比如说还有北魏 鲜卑 还有辽 那萧太后都领兵打仗的 那西辽 赶天后塔不焉 还有耶律普苏丸 这都直接执政 而且都有年号的 都直接有年号的 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金 像这个青 圆 这些是吧 圆你看那个窝口台完了之后 乃马真后就称制了 他们都有这个地位都很高 就是因为牛武民族 他也是这样 女性你要参与生产 你不像汉族的女性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相夫叫子 他不行 所以他地位就高 所以他地位就高 你看咱们讲这个例子 你随着生产的发展 女性逐渐退出了生产 你实际上社会地位在下降了 你为什么武器士族 实在女性地位高 那那是采集 那比打猎 这靠谱多了 弓箭一发明 魔制时期一发明 农业一出现 男性地位就上来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咱们总说啊 说中国古代这个 父女三从四得 从父从夫从子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财产 对吧 你没有财产 你不从父谁养活你 你不从夫谁养活你 你去 丈夫去世了 儿子继承遗产 你不从子谁养活你 那西方女性 在这个十八十九世纪 也一样啊 对吧 也一样啊 你彻底得到这个解放的 不是一次大战之后 男的都好 好一八百万战死 一千万终身残废 你有工作了 你才逐渐 女性才开始独立嘛 一样都一样 所以你说这两个地位 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时期 但是大部分时候 他也不这样 他也不这样啊 好了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